走过金门料罗港区会看到一只黑色拉布拉多犬穿梭在货柜区 走来走去是他的生活日常 抖操的精神和阴婷的模样让人不禁多看极眼 他是一哥目前在金门料罗港区担任海巡特搜犬 目标对着那些夹带藏匿上岸的违京物品 每天的搜查工作好辛苦但一哥穿上制服就会坚持到底 一哥今年三岁去年六月才和六岁的妈妈Yellow一起来到金门 面对不熟悉的环境一哥刚开始对指令还有些无所适从 这段时间终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跟他慢慢的信任我 为了提升信任感 红云中每天早晚都会陪一哥玩乐 请自喂食洗澡 一哥最讨厌商港内大型机具的吵杂声 所以每天早上红云中都会带着一哥来港区晃晃熟悉环境 如今一人一狗合作无间一同守护罗商港港区 一哥偶尔会耍小孩子脾气叫破嗓子也不太理人 但只要扣紧象征荣誉的奸章他的精神和干净就来了 一生一哥上班了又是一个醒人物的开始 人间卫视台北金门综合报道